世界第一步高溫超度高速持浮工程发扬车和试验线 在四川成都正式启用 为日后发展时速超过1000公里的陆上交通工具铺路 高温超度持浮列车技术 拥有结构简单、节能、无化学和噪音污染 安全舒适、温行成本低等优点 而且高温超度持浮交通技术 有不靠电力之下,自己缘浮、自己倒向、自己稳定的特征 它将是面向未来发展理想的新型轨道交通工具 高温其实相对于低温而言 低温超度的温度要达到零下的269度 而我们这个高温超度只需要在液氮的环境中 是零下的196度就可以工作 它有一个自旋浮的特点 就是我们现在的车辆是在旋浮状态 它不需要消耗任何的电能,它就悬浮起来了 这样的话它就非常的节能 然后它还有自导向和自稳定的功能 我们的设计速度理论上可以达到600公里以上 这个技术首先在大气环境下实现工程化 目标值大于时速600公里 长远希望日后结合真空管道技术 令时速超过1000公里 从而构建新的陆上交通运输模式 有先电视记者 叶淼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